老外,为什么国上的中国人总是如此维护中国?为什么他们总是批评西方而不是中国?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不能维护祖国?难道在西方,人们都不为自己的国家?说话是个普遍现象,我看不是吧? 有海外华人在这个问题下深远祖国,我没有在中国出生,我是个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,只不过,我不像你,以及普通美国人那样无知,如果我问为什么星星这么令人反感,而星星正好是你的祖国,你会有什么反应? 我们华人在Core上并不是攻击性地压制所有的立功点,我们只是为获得合理的尊重,而争辩,谢谢读我这段话的人,我真心希望这一误解不会成为Core上的中国人,和其他人间正常,有好交流的障碍,西方有一类人数量众多,总是把他们认为发生在中国的负面的事情,归咎于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, 同时,这类人似乎对他们自己表现出来的毫无理由的优越感全然不知羞耻,中国有句老话,死不嫌母丑,苟不嫌家贫,中国还在发展之中,作为公民,我永远忠心愿他越来越好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当然会,像当初那个伟人一样,对那些毫无根据的指责为祖国辩护,现在有一种现象让人非常让人恼火, 那就是一些西方人总想以高高在上的姿态,想着要教育中国人,有些中国人却认为这很正常,曾几何时,有人不允许我们自己担家做主,他们把我们打倒在地,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站了起来,但,有些人站起来了,有些人还在跪着, 当然,也有理智客观的外国人这样说,一,Kitchen电气工程师,在体验过美国这套体系后,我的结论是中国的体系运转得更好,从长远看,效率越高对国家越是有利,事实也很好地证明了我的结论,基本上,我看到谁更有能力我就会承认, 二,Lambert曾在四川大学留学,当我刚来Kore时,看到这里含量的有关中国的胡说八道,我真的是被惊呆了,有时候,对中国的评论,实在是既错误又气人,甚至荒唐可笑,使我有一股想要告诉他们,真实的中国什么样的冲动, Sanasland Korn海球旅行者,就中国这几年取得的成就来说,值得中国人为他感到骄傲,当我们能力比西方更强的时候,西方在想告诉我们啊,但这个你们做的不对,啊,但你们空气质量很差时,在我们看来,不过是高高带上的自以为是,最近几年,慢慢的,我们逐渐发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,除了人均DDP外, 并没有想象中的大,很多问题在本该是天堂的地方,也随处可见,于是我们产生反思和纠正,没必要过分饼低自己,应该有自信,中国,我们其实干得不错,谁会喜欢天天的凭空诋毁,却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? 记得之前一个英国同事问我,中国有山吗?我想,看来英国人是真幽默,于是也用了一点中式幽默回答,中国没有山,但是有座珠穆朗马峰,外国也有无知的人,那些喜欢用人家外国做口头禅望自费国的人,可以谢谢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